提早起来抢排队第一名的民众 开心的拿着甜甜圈离去 看着满满的队伍都是慕名而来 台北捷运公司和甜甜圈耶稣合作 刺激捷运商场经济 并结合APP优惠 免费赠甜甜圈兑换券 台北捷运APP推出全新商业服务 借由线上结合线下的虚实整合方式 让会员领取商家优惠券 再到店家兑换消费模式 提高店家能见度 创造来客量 同时也帮捷运会员审核包 我们希望能够把捷运原来传统入网 变成一个网路的服务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台北捷运公APP 能够整合我们捷运周边的商家 然后提供一些优惠的服务 能够给我们的旅客跟会员 然后能够达到捷运商家 跟会员共存共荣的一个方式 那旅客呢 我们的会员在这个捷运购的平台里面 除了可以得到一些原来捷运的 转程的一些资讯以外 也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 额外的一些优惠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捷运站有500个月台电视 还有我们在各个出口资讯的一些优惠 能够让商家能够做一些录出 希望能够把整个捷运的一个商业 还有旅客的一个优惠都能够推到 更高一个层次 捷运2.0 我们其实捷运在前面10年 我们大概都是专注在我们捷运运输服务的安全 还有服务的一个提升 我们到捷运20年以后 我们提出来 我们要走向捷运2.0 就是能够提 让捷运能够更加的一个商业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我们其实在捷运的一个车站里面 有很多额外的一些商业空间 像Metro Corner 或者是跟其他一些科技业的一些合作 我们都是希望透过一页的结合 能够增加 一来是增加测试一些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我想这个商业模式 经过一些标杆企业的一个测试以后 如果可以更加的商业化 我想会带动整体捷运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发展 那对于我们其实长久以来 维持低票价的一个策略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弥补 为了让更多商家了解这项宣传利器 北捷号召更多捷运周边商家加入 用最小成本创造大量曝光 目前北捷APP下载人数已突破210万人次 期望以APP会员亮眼成绩 带动周边经济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旅客们的购物首选之地